籃球場上一群人在進行投籃比賽 不過這些球員看起來有點不太專業 投不進也就算了 連力道的拿捏也抓不準耶 因為他們是棒球投手嘛 不過投手為什麼要練投籃呢 因為我們整個禮拜的訓練都相當的充實 那想說我們最後一天然後安排的體能訓練 讓各位球員都能夠有參與 然後有一個趣味的一個競賽這樣子 原來每個星期五是中華培訓隊 可以稍微喘口氣的日子 教練也安排比較輕鬆的訓練方式 讓投手們進行投籃比賽 這個趣味競賽規則遊戲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分別在兩邊的底線 還有中間湖頂的位置 還有罰球線都有各放的三顆球 那罰球線有放一顆球 那我們限時是30秒 如果在30秒沒有投完的話 比賽就結束 那我們最後冠軍得主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獎勵這樣子 比賽開始之後 一群人開始對籃框進行轟炸 年輕小將林凱薇在第一輪投進三顆 激壓學長成為投籃王 至於第二輪的加碼挑戰 則是由陳明軒抱走冠軍 NODO是一開始的冠軍嘛 所以蠻爽的 所以這個沒差啦 這個遊戲 很好玩啦 就是當作體能的一種 你要去控制手感那些 還有加加那個跳那些 對所以很不一樣很有趣啊 看你們喘成這樣 就知道籃球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吧 不過樹葉有專攻 棒球選手還是乖乖丟棒球就好 從這次有趣的比賽當中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批中華隊 就連跟教練的感情也相當融洽 也讓大家在辛苦的培訓當中 更多了一點歡笑聲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